我被困在金山里暴打 天空下起暴雨 孙安佐和友人躲在室内 哪也不敢去 因为外头溪水暴涨后 冲出一道犹如瀑布的霓皇洪流 让他们吓坏 受到山陀额台风外围环流 和东北季风影响 新北金山四号出现惊人雨势 但日累计雨量就高达613.5毫米 打破当地侧占历史记录 造成河川洪流和多处大淹水的灾情 当时艺人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与友人到金山工作拍摄MV 车辆被雨水淹没 为了安全只好汽车 并改搭其他友人的车子离去 淡水也出现惊人与世 工厂大淹水 霓皇水流不断灌进来 网红Alice分享淡水在公家后面 吸水溃体暴涨 让工厂以及家门口都出现淹水 变成瀑布直呼超恐怖 让不少粉丝看到这一幕都吓坏 希望一切平安不要再有灾情